李先生是德青人 半年前开始在极兔宿地 德青武康网点做快递员 平时开公司提供的面包车送快递 前段时间他拿到了自己 一月份的工资条 应发金额10844.6元 但实发工资只有56.43元 算出来是送了8000多件 8000多件工资是10800 然后到最后的话是说只有56块钱 这我不能 还没发 这56嘛我要不要也无所谓 李先生介绍 整个医院份他每天都在上班 总共派送了8342件快递 结果入不敷出 而且除了工资外 他说邮费也有问题 自己垫了就三个月以后 垫了5700块钱邮费 去报销的时候 他这边只给我 报销了3000块钱 他说全都报销 他说不行的 之前有承诺过你可以全部报销 那他让我开发票 那我肯定就是要报销的了 没有跟你讲过 所有的开出来的发票都能给你报销 那没有的 我上了一个月班 自己还要倒贴 倒贴油费 对不对 差不多2000块钱 就是基本上都是自己出的 我们没有那个要承担油费的 这位极兔宿地 得清武康网点财务室的工作人员说 油费的事李先生是否跟老板有其他约定 他不太清楚 不过工资他可以现场核对 李先生的工资条显示 他的应发工资为10844.6元 出去扣款2880元 承包基建费340.37元 倒负28.6元 万单罚款3400元 赔付款1139.95元 虚假签收2100元 客户仲裁789.25元 社保代扣110元 最后还剩56.43元 2880因为他有2500的那个保险 就是车辆就是出了保险嘛 然后保险公司 本来是应该打到我们公司账户的吧 但是他直接报给了他 那这个钱我们要扣掉的呀 有380的话 就是他上传不及时 他就是问题件也不做 他就一起签收 或者是胡乱签收这种 倒负派承包基建费 就是他收的快递 费用的话 他要给公司的 要给我们转移费呀 面单费这种的呀 这个钱是之前他已经收过的 对 至于赔付款 虚假签收 客服仲裁等费用 工作人员说 都是根据真实情况扣除的 李先生提出 他对万单罚款很不认可 这个的话就是 我们总部的新的一个考核 他没有做到 所以说就会产生这么多 这个的话就是 具体是怎么考核的 投诉了以后 然后打他电话他不接 然后他这个快递 他没有送到别人手上 那那个收接人就投诉了 产生的费用 就是投诉一次的话 是100块钱 是第一次投诉 就要扣款是吧 对 为了了解李先生的工作情况 记者又联系了李先生的主管 每个月问题最大的就是他 投诉最多的也是他 那你们之前有没有跟他沟通过 这种工作方面的问题 或者有没有去 让他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一下 那这个 这个东西肯定是跟他沟通 你说 那跟他说过来 我说你 有的是我们接接电话什么的 对不对 那这个 他自己不听了 投诉量的话 对 这个我承认 我投诉是多一点 对不对 他但是 他交给我的任务 我都完成的呀 对不对 然后又涉及到一个 送的区域不一样 像我的话 要送墨干山镇 区域很大的 比他们送城区的 要大得多呀 那我这边 带回来一些建 就是因为邮费 要自己出的嘛 对吧 后来谈到这个邮费 自己出了嘛 那有些远的地方 可能就两三天 两三天去一趟 这个也是很合理的呀 对不对 记者了解到 根据相关法律 如果劳动者本人原因 给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 用人单位每月 从工资中扣除的金额 不得超过当月工资的20% 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 低于当地 月最低工资标准 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现场网点的工作人表示 公司会再与李先生进行沟通 李先生也可以通过 当地劳动部门处理此事 1818黄金眼技术报道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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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